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公的引带似乎是剑子郭台铭 那显然侯友宜也知道 郭台铭的动作是不会回到国民党 因为他要回国民党的时间 坦白说就是9月13号是他的最后 9月12号过了以后 9月13号是他的第一天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分析一下 是不是他拍官公引带 就是暗示郭台铭你应该要回归 那否则的话 国民党将会有另外一套做法 那这一套做法就把中国路线完全去掉 他完全去掉了以后 就是说大家面对现实 大家面对现实的情况之下 那郭台铭护会翻牌 这引起了台北政坛的讨论 今天针对这个问题 我请到我香港朋友港台大白话 陈锦胜 陈先生跟各位共同探讨 锦胜兄好 陈锦胜兄晚上好 请问一下 侯友宜这种期待 就我看是不切实际 就我看已经不切实际 但是这个是最后的呼唤 如果呼唤不回 您认为郭台铭会用什么方式翻牌 把他底牌露出来 让大家看看他要走哪一条路 这个有关于侯友宜 讲关公来说是 这个侯友宜应该 我没有统计 但我耳东 那个如雷贯耳 从517开始 讲到现在已经差不多 今天是 8号 已经将近三个月了 讲了可以说十几二十次了 有关这个问题 我觉得侯友宜 非常的无聊 更加没有什么说服力 因为我怎么会这样说他 因为现在有人说 我是侯黑 但是我其实 我是一直是对侯友宜 就是怒气不深 因为你那个老师说 郭台铭 这个要拜官公兄弟 因为你根本 没有跟郭台铭 两个人拜过 官公兄弟 而郭台铭呢 是跟王金平 他跟王金平 还有一个 有关兄 还有一个 他们三个人 拜兄弟的 卢嘉诚 对 卢嘉诚 就是那个 上次那个 跟林金杰 一起在那个 庙庙庙里面的 那个是不是 他们三个人 拜官公的 对啊 你这个非常清楚 他们三个人 真正是拜官公的兄弟 也就是 桃圆军役 一样的性质 你侯友宜 只不过是 你信官公 因为你做警察 不管是香港也好 台湾也好 作为一个警察呢 他是都是 拜官公的 因为相信官公呢 是代表正义 所以呢 你这个侯友宜呢 你不要一直 用官公 来 等于来 来 对这个 郭台铭 进行 好像他 没有诚信啊 不讲义气啊 这个完全是 两码事 对吧 还有一个说法呢 那个 你就是拜了官公 就是两个人 就为那个 建议兄弟 或者三个 这个有 那个桃圆建议 现在还有一句话 就是有 隔袍断义 为什么要 隔袍断义呢 因为你国民党 你 把郭台铭 欺骗在先 那国民 国台铭 现在 他 你不认 他不义嘛 也很正常嘛 所以呢 我觉得呢 侯友宜呢 就应该 自己呢 要自强自力 不要老是想 依赖别人 来帮助你 因为你 你没有自强自力 那你怎么得到 朋友的支持呢 对吧 有话兄 我是这样想的 这个问题 也好 就是说 国台 国民党是指责 国台铭是恶度背信 但是事实上 国台铭年纪 那也那么大了 他也诚心向国民党 道过歉 他也愿意 所谓 愿赌服输 但是现在的问题 他是感觉到 他恶度受限 你恶度受限 你就不应该 进国民党这个局 那换句话说 郭台铭的确是 想要参选 但是他现在 可以说 他的民调 我可以确确的说 郭台铭的民调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 那么高 换句话说 他是老四 他虽然 侯友宜是老三 可是他想要取代 侯友宜的话 除非他的民调 胜过柯文哲 跟侯友宜 否则的话 就不必谈了 那郭台铭 他也知道这个情况 但是他现在 显然要 弃国民党而去 而救民众党 从并购说以后 他们就是 防范郭台铭 所以现在 唯有国民党 在呼唤郭台铭 这个时候 如果郭台铭 跟侯友宜 能够见个一面 那我想 这里面 有很多的事情 是可以转换 但是如果郭台铭 一心一意的 要 并向民众党的话 我想 郭台铭会 落得一场空 现在那我 再问一句 那您认为 郭台铭是不愿意做负的 他不愿意做负的 那他现在 如果说 国民党愿意接纳他 作为副手的话 郭台铭 还有机会 重返国民党吗 我想这个问题 应该郭台铭 他几度 做出了肯定的答复 他为什么要辅党呢 他就是准备 另起炉灶 他就是不会再吃 回头炒了 我想这条路呢 他已经 不会再走回 国民党这条 回归国民党 这条路呢 已经堵死了 我相信 他主党 或者是823 宣布独立参选的 这个已成定局了 郭娃修 其实他823 要宣布独立参选 时机上 是来不及的 因为 这个时候 他要决定 四件事情 第一个 他的副手人选 究竟是谁 第二个 他要不要 再度跟民众党合作 这个是未定之数 你第三个 他想独立参选 甚至于 主党参选的话 可以说 国民党 地方派系的势力 或本土 三头啊 对郭台铭的这种做法 是有很多的意见 就我所持 真正支持他 主党参选的 大概算了起来 好不到两位 名字我就保留 那第四个就比较重要 就是9月13号 中选会公告前 他就必须要测试自己的实力 所谓测试自己的实力 他究竟能够连署多少 有多少人愿意帮他连署 这四个都是不确定的答案 那现在郭台铭最大的问题 就是给别人不确定 你究竟想要怎么样 所以郭台铭一直在卖官子 但是官子卖久了 就跟当年的侯友一样 好好做事情 会把他士气脱垮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景盛兄 好 谢谢游华兄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